推手也是太极拳在还手上的一种独特招式 不过正子太极拳的推手 除了保留了阳世太极拳的要领之外 还开创了粘连粘髓的特点 上身看似松柔 但力却从胯部转动发出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啊 像比如说有些功夫比如说拳击 可能是就是攻击性会比较强 那对于太极拳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巧劲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我在 比如说攻击您右边的时候 你会左边去闪躲 它不是这样子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手 你的手这样推过来 你用推的 你推过来你看 我会走一个圈 你再推 又回到你的身上 就推到我身上 又回到你的身上 它这个是一个叫做化空补空的原理 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心法 叫化空补空 那这个力量会加强了 还是就是我当时推出去的这个力量 你当时推出的力量 如果我要 你推出的力量 加上我在还天的力量 可能是两倍的力量打在你身上 如何物理学的原理 物理学 怎么来讲 力的传递 像刚刚是你看 我走一个圈以后 又回到你的身上 你刚刚比如说 用10公斤的力 回到这边 我可以还你10公斤力 我也可以变成你10公斤力 加上我的30公斤力 回到你身上 你再回到我的身边 刚刚刚你聊了那么多正子太极 发现真的可操作性比阳世啊 或者是城市这些太极的话 可能更加适于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步伐 或者是折走 好像是比较简单一种 您现在的弟子是不是也是遍布全国各地啊 都没有 大概有将近80几个入室弟子 那在福建的话 现在也在推广 您的弟子当中 包括现在在福建的很多 练这个正子太极的这群人当中 很多以前是练 阳世太极或者是城市太极的 我们来听听改练正子太极的这些人 他们自己觉得 得心应手的一些地方 正子代气全 它的架势比较高 那架势比较对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 那这样子比较适合 跟正子现在应该是14个月 最明显说是不怕人 而且体内那种 就是经常有一种 卢木秋风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们练武人最需要的 也追求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 正子太极拳练习小贴时 齐老师说 平常大家练习太极拳时 有很多小误区 以下的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别的时候膝盖要跟脚尖存起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胯椅上的动作 就是胯椅上的身体 必须持续保持中病 甚至你转腰胯的时候 你头也不能动 那今天谢先生来 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礼物 正子太极拳示范教材 这本书很有意思 而且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拳法的每一套动作的 这个演示都是您亲自来介绍的 而且呢 在这个书的前序部分 发现很多著名的人士 肯定了你这种拳法 并且呢提词 比如说这个是连战先生 专门为这个正子 拳法而提的词 是吗 光说不练假法是 说到这儿 这些观众一定跟我一样 都非常想来看一套全套的啊 这个先生 先生给我们演示的这个正子 太极的三十七世 不如现在呢 就我们边看边来学习一下 好吗 那有请谢老师我们展示 四十七世 五十五 Winter 五十三 五十六 五十三 五十 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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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